马来西亚乔治市慈激志工长期关怀一位单亲妈妈和她的三个孩子 由于这位母亲平时忙于经营小吃生意 几乎没有时间打扫住家 结果凌乱不堪 慈激志工舍不得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下居住 特地动员了十多人协助他们大扫除 搬开沙发椅 墙角的小蟑螂到处乱窜 这里是屋主朱先生提供给单亲黄女婿 和三个儿子的住处 离婚之后的黄女士独自抚养三个孩子 平常要忙小吃生意的打理 疏于居家环境的清洁 志工这天动员了十多人 协助他们大扫除 还没有进到那个屋子 可以嗅到那个猫狗粪的味道很重 然后他们又不喜欢开窗 那三个孩子的健康 也就会造成影响的场景 志工们把黄女士的三个孩子都当成自己的孩子照顾 除了打扫也送来新的床铺 经过志工们的一番整理 这个家恢复了原本的面貌 志工也送上自制的环保清洁液 叮咛母子四人要长保家的症结 大约新闻这是美志工 庄慈林 陈济聚 吴宗恒马来西亚报导